公司因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然而目前尚无全面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的评鉴或指数 劳动基金运用局无从审拓报告书之良诱 而进行社会型投资 原此要求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因努力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评鉴 和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以供劳动基金运用局或其他投资人参考 提案委员于婉汝 陈奈素美 吴炳锐 江永昌 徐国勇 王荣张 吴坤玉等委员 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进行协商 请问167条之2 大家有没有意见 按照对郑明宗委员的修正版本 有没有意见 没有问题 好 请大家表示意见 谢谢 主席 我具体建议一下 刚刚跟曾委员讨论了 现在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说代理人的部分 就是我的意见这一部分 如果说不改的话 那单单改这个变成同一条怪怪的 所以我具体建议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干脆上线不改改下线 把下线拉下来 然后上线都不要改的话 那至于他要到哪里的 那一个裁量权就给金管会 给金管会 那如果公司小 你就裁量少一点嘛 公司大你就裁量多一点 保险公司最大 就叫完来三百万不要改 类似这样子 这是我的意见 好OK 主席 大家好 那我想长期以来 这个保金保代大概有 38万的从业人员 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里面啊 保金保代 他的公司的股本可能很小 最小大概三百万五百万 五百万以下 五百万以下 所以他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 这个拿着大炮打小鸟 事实上对这些从业人员来讲 我觉得是有点不公平 事实上在台湾 现在各行各业 做事都很辛苦 你如果三百万 要对大企业 或者是三千万三亿 我觉得符合比例 结果他光是就小小的 可能这个五口五户的家庭 就靠那份薪水 结果我看到几个案例就是 他可能公司就三百万 一次就罚他三百万 他就举双手 那我就投降了 我公司可能就要关掉了 可是真的是他做错什么事吗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我觉得每次看到这些人 为了要去拉保险 然后在这个冒着大太阳下这样 拉保单这样子 事实上也是为了这个保险 坚实这一个社会 这个重要的一个保险力量的一环 的一个小环节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调降 所以我觉得这个 曾明中 曾主委他以前也是很经验很丰富 那提出这个五十万 我觉得是有他的考量 所以本席认同 本来我也要提案 就是也是一起共同提案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降 要降 因为这个相关的人数 从业人员38万人 影响很多很多 那案例非常多 希望说大家也多多来了解讨论一下 谢谢主席 主席我想我们 冠以来在罚环的这个部分 得最低最高 应该不是看被罚的人 他的无论就是说是公司 或者是个人 他到底本额多少 或者是营业额多少 应该是按照违规的事情的 轻重大小来做决定 同样的一个例来讲 如果郭泰民先生 他的闯红灯 其实跟一个计程车司机闯红灯 罚款的金额会是一样的 而不会就是说对他来讲的的话 特别加重 那然后机程车司机的的话 可以就是说 在最低之下 再予于就是说减轻 所以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那我也同意 刚刚徐委员的建议 就是说我们可以让 最低的金额 可以有一些下调 如果多少 可以再来做协商 但是高的金额里面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有五百万以下 然后五百万到一亿 然后另外就是说一亿以上 上到就是说多少 那其实应该会上到很多 那个差距就是说也很大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即便就是说我们以五百万为基础 跟原则的的话 即便以就是说金额 页额等等就是说来做考量的的话 这样子的差距并不为过 那另外譬如以食安法来讲 食安法第44条对于就是说食品安全 违规的这一个部分 他的还还还金额是从六万到两亿 所以就是说他这里面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按照他情节的轻重 然后等等不同来做处罚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也做这样也这样子认为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现在先处理一百六七条之二 对不对 之三等会另外 好OK那我先说明到这里 谢谢 是那个主席还有各位 我们先确定了下线了 下线是不是先把确定好不好 下线是不是十万 大概没意见了 好来 接下来好来按照举手顺序 接下来请承赖苏美委员谢谢 好 那我想因为我刚刚在质询的时候 也有提到了 我觉得不应该以公司的规模大小 或者是他的资本额 来作为我一个处罚的依据 我本人赞同我们徐委员 跟我们王荣章委员提的 要以违规的那个情节的轻重 我们依据这些资本额的大小跟规模来 作为处分的依据是不胜妥当的 那所以我本席这边 我赞成下修的部分可以下修了 那上线的部分我希望维持原来的 作为一个弹性的一个空间 这是本席的那个意见 谢谢 好 接下来黄国昌委员对不起 对不起 我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困惑 刚咨询的时候 时间不够没有问到 这个条文不是2015年1月才修吗 没有没有 我说167条之二 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条文 去年是不是有修过 没有 我知道啦 就不是修这个部分嘛 但是这个条文 去年是不是有修过 所以这个条文去年有修过吗 没有啦 我的问题很简单嘛 这个问题去年1月是不是有修过吗 好 主秘书保险法其他条文有修过 但是没有修过这条 到167条之二 在去年的时候没有修过 没有 主秘书没有 好 没有关系 我等一下把资料拿来 我们再继续讨论啦 就是 就下线的部分往下调 去满足各种多的太阳 我基本上是赞成 就上线的部分要把它往下降 我不赞成 连理由刚刚很多委员都已经指教过了 好 请江武昌委员谢谢 不好意思 主席这边 谢谢 我有两个点要提出哈 第一个 这条文当中的限期改正 具体是什么 因为原本你处罚60万 因为是货嘛 那表示本来我们经管会 我们在保险法当中 我原意是要你限期改正 你不改正 不改正 不改正 我才有60万开始给你处罚 应该原意是这样啊 并不是说 货嘛 我知道啊 所以你一定是先给他限期改正嘛 没有 那你限 我知道 我知道是货啦 难道你们有案例 不给他限期改正 就直接给他开罚60万以上 我们有案例是同时有吗 同时有嘛 但是我现在讲就是说 没有给限期改正的这个期间 然后就直接开罚60万 那表示情节重大 所以第一个我问的是 到底你限期改正的这个 你的具体内容具体措施是什么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等一下你再说明没关系 第二个 我觉得这个罚还 你上线下线 总是有一个标准的一个依据啊 你是掺着什么 如果期货交易法里面 有关于 九七条之一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 他也是讲啊 期货交易所啊 期货结算机构 期货业啊 要建立财务业务之内部控制 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 他的处罚是12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那你你今天当时的60万到300万 为什么会这样订 一定有依据嘛 不可能听说这个平白 然后就去订这样金额 当时为什么60到300 那你现在调 你要修成10万到50万 那后面这个 后面是也是一样嘛 也是10万到50万 那你10万到50万你的基准点 或是你的餐桌的情况又是什么 不是 总不是说这里画画的嘛 是不是可以告诉你的 你的具体依据 或是餐桌 或是什么规定 以上谢谢 我现在喔 上立法院的法规严格 整个修正的系统 我现在在讨论的是不是167条之二 167条之二 在民国104年1月22号有修正 为什么刚刚跟我说没有 我刚刚不是问2015年 这个案子是不是有修 全部跟我说没有 我们这个有录音记录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等一下到时候 事后录音再调出来讲 当立法委员在问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们连基础的事实 你们连基础的事实 都敢随便乱讲 没有关系啊 现在确认了 这个法律去年有修过 对不对 好 去年修的时候 请管会 如果对于这个法规的适用 有这样子的看法 去年为什么不提 我来讲喔 因为我去提案人 因为有时候修的时候是 当时是配合銀行 那个社银行部 那因为当时没有人反映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我这个提案是 今年2月间 我跟罗伟严 类席的保代保金的会员大会 那会员大会 他说现在的60万到300万 太高了 所以这样才提出来的 这个也不是 也不是这个 巴仁级主动提案 我来补充一下 我来补充一下 他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就是受险公司 比如说大监的 他的股本 可能是1000亿 大监的 比如南山 1000多亿 当然国泰更大 结果这些比较中小企业的 保金保代公司 他可能他的股本是 300万 500万 结果 在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所受用的 的这个 处罚的条例 就是 两个都是那么大 所以事实上是很不对等的啦 1000亿的公司被罚个 60万300万 他不痛不痒 可是我现在讲的就是小间的 因为这个从业人大概38万人 人很多啊 小间的啊 一罚啊 哇 可能就是他300万 你罚他300万 他就全部投降了 公司可能就倒掉了 或者是说 300万的公司他一次罚 可能就是60万 60万 一次可能罚两次 再连续再罚 他可能喔 喔 無心也補到命了 所以 明显的喔 对他们公司的经营啊 很伤 而且喔 做了 感覺喔 很辛苦的经营啊 大概是这样子啊 所以 所以 有那么多人在谈 所以我们才提的这个看法 希望大家来了解 好 来讨论一下 第一个我先就程序说明一下 那个 因为 黄国昌委员刚才提的是有道理的 他说他特别只是 在程序在问 167条之2 去年有没有修过 事实上是有修过啦 这是第一个 那所以 主密当时他是 一下没听清楚 他以为说是 这个议题没有讨论过 那这个议题没有讨论过 那当时的修正是为了 配合银行 另外一个议题 银行设 保险部门的事情 设 那这个联动进行修正 那所以他可能一下误解 或者说这个议题没有讨论过 我把它做说明 那这是两回事 第一个 这个条文有修正过 但是 是这个议题 是新的议题 那以上做个说明 这样子 那第二个 好 对不起 黄国昌委员继续讲 好了 好 谢谢 刚刚那个 卢尔元讲的那个状况 就实质的道理来讲 我完全了解 我也赞成 就是为什么我这么介意 去年在处理这个条文的时候 警管会为什么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这个法条的严格 在2011年的时候 有修正过一次 2011年修正的时候 我把修正的理由念给大家听 另外对于保险代理人 经纪人或公正人 违反管理规则 及除以 那个时候是90万以上 450万以下 有失衡平 所以把它调成60万以上 300万元以下 这是2011年的时候 在修正这个条文的时候 已经把罚则做了斟酌了 那经过了这几年的实践以后 现在我在质疑的 并不是质疑这个法律条文修正的正确性 我现在在质疑的是 金管会 去年在动这个条文的时候 经过了这几年的实践 为什么在去年的时候 没有把这个修正意见给提出来 那到这个修法以前 有多少保险经纪人 譬如说刚刚卢委员所讲的 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薪水没多少 一下就被罚了这么重 那到底有多少这样子的案子 现在我在处理的 是我们整个在法规制定的程序上的时候 有些法律你本来到一个时间点 如果不合理你改改就改 那怎么会在那个时间点不改 然后现在突然说要改 当然我 还是肯定曾委员提这个案子 他的用心良苦 那你说要 让主管机关的裁量权限 可以更扩大一点 然后 最低线不要一下拉那么高 可以符合一些满足 那个比较小的 那这个方向我赞成 那不过 我还是觉得 我们在讨论这些法条的时候 整个立法言格的时候 你还是要弄清楚 那主管机关你们在做报告的时候 那这些背景你要说明得很清楚 那你们当初的考虑是什么 那为什么当初媒体 你现在又赞成 这样子可能委员在审这些法案的时候 才能够有比较清楚的基准 我非常谢谢这个黄委员 非常认真 其实这一条过去修过几次了 86年10月29号的时候 原始是30万到150万 那90年的时候提高了三倍 90万到450万 那100年的时候又把它降下来 降60到300万 所以简单讲 这90年的时候 一下提高了三倍 因为最早是86年 是30万到150万 那90年的时候 一下提高三倍 太多了 那100年的时候 降到60万 就降一倍下来 所以我觉得原始立法是有道理 是30万到150万 原始最旧的条文是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适度的调整 刚刚讲其实比如说 受险公司像伯泰最大 总资产七兆六 它的员工 员工五万三千多人 那就保泰保坚 有时候是一个两个人 那总资产可能是一百万两百万 适用相同的法则 真的没有道理 谢谢 我也说明一下 有关于这个我是赞成 下限要修上限要修 我的理由是如下 但反正这是集资广义 大家参考 第一个呢 资本额差这么多 那因为一般的保险公司是20亿 那老实讲20亿几乎都没有 大概都在五十一百以上 那这个保金保贷大概五百万 第一个这个资本额差这么多 就像干嘛点跟上市贵公司一样 那用同一个罚则 那我觉得不公平 第二个呢 这公司的经营内容也差很多 20亿以上的保险公司啊 它除了行销以外很重要 它包括金融商品产品的设计 包括金算包括理赔等等 还有很多金融的衍生性的业务 统统在这里面 但是保金保贷老实讲 他着重的就是代理人的行销工作嘛 所以根本功能差很多差很多 它跟一个食品公司 不管是大是小是不一样类比 因为他经营的项目跟内容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因为保险公司它设计产品 保金保贷是没有在做这个东西 它是产品的设计 然后呢 第二个理赔 包括精算 包括它甚至有一些金融衍生性商品 可是 这种保金保贷 基本上就是一个销售公司而已 这是第三个 我为什么会认为说上线也应该要修 因为政府单位它在做法子的时候 它本身会有一个比例原则 你上线不修 只修下线 老实讲 你叫他现在习惯性的处罚 叫他同一个行为叫他往下修 它是不会的 大家懂我意思吗 你过去 你过去 你这个闯红灯 我随便举个例子 闯红灯 假如说可以处300块到1000块 那你闯它平常都是处500块 你现在即使修往下200块 你觉得主管机关 他会说 因为下线修了 我就把它罚金往下调 调成150块 不会 它基本上还是同一个行为 你上线不修 它整个比例原则 它不会继续 同个行为它不会往下调 虽然我们大家善意不分潮也都把 下线往下修 你上线不提高 倒过来第四个理由是什么 倒过来是什么 你20亿以上的公司 事实上都没有20亿都50亿100亿了 的公司 你的上线也是 也是300 然后 你这个500万的公司 你也上线300 那倒过来我们有没有在帮助这些大财团的公司啊 大家懂我意思吗 大家倒过来想想看 哦 那大公司 你现在是300万 结果这个小公司500万的 它经营的内容只是 那么多里面的一角的 你也还300 倒过来 诶 所以这是我基于四个理由 我认为上下线都应该要修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不过大家讨论 谢谢 那个本学想请教 有关于这个它的内控 不管是业务财务 有所疏失 它到底造成的是 投保人或受保险人的损失 这个行为上 到时候要处罚的时候 是看那个公司的资本小 就罚少一点 那个公司的资本大 就罚多一点 不是嘛 可是如果这一题你这样改的话 显然会有这个疑虑啊 对不对 那以后你小资本的 没关系 我有罚少啊 那你受害的人 你这个行政法 你要考虑受害的人的 它的一个部分啊 其实齁 大家想说这三 这三种公司 保险辅助人里面 公正人它本质上的地位 它是公正嘛 所以它是立于中立的地位 它不能够偏保险公司 也不能够偏 被保险人或者药保人 这是它的原则 那另外 经纪人它是为被保险人的利益 如果是为被保险人的利益 那它一般来讲 受害人是保险公司 在理论上 但是保险代理人 它是百分之百的 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 因为它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 它是 在保险公司 授权的代理权限内 以保险公司的名义 來從事保险契約的定定 法律是這樣 所以換句話講 保险代理人 就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的好法就對了 所以 如果保险代理人 把它的法則給降低 保险公司以後任何事情 要定什麼契約 反正保险代理人所定的效率 所定契約的效率基於本人 這明法103條106條 相關的規定都是這樣子 因為保险法 第一條叫做規定 保险法沒有規定的 全部回來適用民法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保险公司 他要做違法行為 會被罰的時候 他就找這一些 保险代理公司去處理 因為保险代理公司是 百分之百代表 保险公司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為什麼會說 保险代理人不管他規模的大小 他就是保险公司 只不過是因為他 他只拿保险公司的酬勞 跟保险公司 自己請的業務員 他只不過在 勞基法的部分 為了要把它切割出去 就把它推出去 所以他們這一部分 保险公司 不負責勞基法等等這些問題而已 而他所做的任何行為 在法律上 就是保险公司的行為 所以保险公司 以後任何會被處罰的 全部推給保险代理公司 所以保险代理公司 如果把它的整個降低的話 保险公司沒在怕 所以為什麼我對保险代理公司 我的態度就是說 這不能改 他的處罰規定要跟保险公司 一模一樣 因為他就是在保险公司 代理授權給他的範圍內 去做的行為 所以這一部分經紀人 經紀人公司跟公正公司 我沒有意見 甚至上限稍微降低 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保险代理人 我認為不能降低 所以我為什麼最後 跟曾委員在那邊妥協的時候 就講說 如果要把它分開來定 也麻煩 所以我為什麼說 保险代理人 在這部分我們都不要定 就把下限給降了 如果經管會 碰到了經紀公司 經紀人公司 碰到了公正公司 你可以在十萬的下限內 你去做處罰 那跟我們要修法 曾委員提出修法的意志 就不會違背 但是如果碰到代理公司 這個顯然就是你保险公司的行為 當然要罰最高 為什麼後面有一個好法 他發的錢 保险公司會退出 你不用怕他倒 他不會倒 他本來說是保险公司的業務員 只不過把它變成 因為現在公司很容易成立 他就成立一個保险公司 變成一個保险代理公司這樣而已 所以在這一部分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提 整個在法律上的考慮原因 是這樣子 所以我為什麼說 上限不要改 下限改的話 那至於剛剛 包括羅委員說 這稅金公司會倒 沒錯 這就讓經管會說 你發十萬 發二十萬都可以 但是 碰到保險代理公司 那就要特別斟酌 他所做的違法行為 這一部分 是不是保險公司 故意在回避 處罰 讓那些稅金公司去處理 我思考我來來保理 我用保險的這一些 這些報酬 業務費 我想辦法保理 甚至用公關 一些費用 業務費用 你來這裡來報帳 就把它處理掉 這個都會這樣子 這個在實務上 很多 我們在當律師 看到沒看很多 所以在這種問題 我為什麼對保險代理公司的 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比較大一點 經濟公司 公正公司 我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 為什麼上限不要改 我們就降下限 然後這個整個裁量權 就給金管會去處理 那我相信金管會 如果處理的不妥當 我們另外隨時可以處理 因為這是一個行政行為 也不是司法行為 我們隨時可以監督嘛 我意思是這樣 大家意見 上限不要動 動下限 然後這樣所有包括 代理 經濟 公正 就全部可以做得到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我再講一下 那個 因為本席有奮戰的精神 但是 所以我喜歡講 大家都包容一下 雖然我當主席 但是我也是委員 那第二個 我聲明一下 不管結果怎麼樣 我會尊重何意志 那我覺得我們可貴的 就在於說 我們這個討論的過程 每個角度都去思考到 我舉個例子來講 統一 義美都是食品公司 它會有很多的代理商 經銷商 那老實講 它的經銷商 都是比較從事銷售行為 那統一義美類似食品公司 它要製造 那它有它的這個行銷制度 等等之類的 所以如果今天食安出了問題 要它的經銷商負的責任 上限是跟統一義美一樣的話 那我覺得並不合理 第二個 老實講 雖然是這個保金保代公司 雖然是代理保險公司 可是它後面的 它本身審核的 支援的 或是負責的 是這個保險公司啊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這個 我們不要把這些保金保代公司 當作一個邪惡產業 它其實絕大部分 我所看到的保金保代公司 是站在保險公司 跟客戶之間的一個平台 那雖然它是從保險公司 那邊賺錢 它也可能是比較 站在它那邊 但是 你用後話給形容 我覺得也 有點稍微 也過其時了 但是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 如果它裡面有少數 裡面有少數不肖的分子 有沒有 有 譬如說哪種情形 亂推銷 把它的保單內容 講得無限擴大 有欺騙不實的行為 老實講 如果你今天 你有少部分的保金保代從業人員 這樣的不實行為 但是你代理是某大產品公司 保險公司 你自己產品公司 這麼大的資本額 這麼的大公司 你對於你代理的人員 它的行銷方法 沒有有一套有效的 機控制度的話 沒有一套有效的機控制度的話 那我覺得也說不過去 那另外 像保金保代還第二個 常常會產生的一種 少數人的弊端是什麼 收了錢 沒有交回公司去 然後呢 到時發生說 它保險公司沒收到錢 然後理賠產生問題 那像這種情形 如果你這麼大 後面的保險公司 你收不到錢 然後你也不 不集合 也不幹嘛 等於說你代理的人員 你沒有有效的管理 然後呢 就是你到時候說 大家都變成 讓它推出去斬了 我覺得這也 這也講不過去了 這個就是我剛才用 統一跟義美 類似這樣大識別公司 跟它的經銷人 要負一樣的責任 那我自己主張上限要修 不過我特別強調 我只是把我這樣的考慮 論述出來 基本上立法院 還是一個合議制 尤其這是重要的民生法案 那所以我們大家 從不同的角度來討論 那當然最重要是 尊重提案委員 提案委員 你自己本身 基本上你是有接受到 這樣的情形 跟看到這樣的事實 那我想我們大家也都會 尊重你的一個考慮 謝謝 那個趙委員 因為那個 李局長是台大法律系 讓他講一下吧 讓外表一下 我們就尊重 好不好 是 趙惠 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剛剛委員都有很多的指教 那我想先簡單的說明一下 如果委員有垂巡的話 再來補充說明 剛剛講那個保險代理人 他確實是 只是在招攬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他要付的是 他有沒有 有沒有依照我們的規定 去做一些招攬的行為 那我們管理上 保險公司 跟這個保代保金 我們都是從行政上去做一個監理 那基於民事上 剛剛講說 如果會不會對保護 產生一個損害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這邊 在我們的管理規則有要求 如果說這個保代 如果他有一些過失 或者一些錯誤 什麼像這樣 導致這些保護受損害的話 他還是依法付這個損害賠償責任的 而他是要付授權的責任的 所以在保護的權益上 其實是他還是要付這個責任 不會說保代因為這樣 他就把那個責任 就是把所有的責任 歸給保代 然後保險公司不用負責 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 其實保代這個部分 其實應該沒有 剛剛委員講的是說 他會把所有的責任 轉嫁到他那邊去 因為他該付的責任 他還是要付 我們要求他要進的責任 他還是要進 所以這部分 就是民法 我講的是行政罰的 對 錢的問題 你把兩個 錢的問題 你把那兩個搞錯 我意思說 處罰的規定 如果是民法 民法沒有問題 保險公司要負責 民法的問題 保險公司要負責 沒有問題 我現在講的是 行政處罰的問題 保險公司會把行政處罰 譬如說本來應該罰300萬 他現在說那個都是代理公司的行為 因為代理公司是10萬到50萬 頂多罰50萬 我在指的是這個行政法 你現在把我扯到那個民法的有效無效去 你不能把民法跟行政法把它和在一起啊 這個和在一起 我現在在講 我們現在修的是在修行政法 不是來講保險契約的有效無效 跟保險契約要不要負責任的問題 所以你扯到這裡去說 會不會影響到他 不是這個 這樣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在講的是 行政法的問題 他會推給這些 他就少被處罰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再跟委員補充 那個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 對他應該負的這個責任 其實都有一些規範 那保險業有關他招攬 合保理賠相關的這個責任也都有規範 所以這個委員擔心說 他會把責任歸到那邊去 在我們目前看起來 他雖然這樣講 不見得我們就會接受他的說辭 我們還會去判斷 這是代理人應該負的這個責任 還是保險應該負的責任 所以這塊 我們是剛剛委員說 提高那個法則 我們是覺得 我們是 因為你們會判斷 所以呢 你們就會全部判斷到 這是代理公司的責任 所以責任就清了嘛 如果讓他 上線一樣的話 那很可能 他們我們可以判斷 他裡面一定有一些關聯性 可是那個關聯性不夠強 你只能夠處罰他少 不會 可是還是有關聯性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我了解 代理公司的行政處罰的方面 事實上他就是保險公司的代理人 他的行為就是保險公司的行為 在這個概念之下 他的行政法 不應該低於保險公司 其實在跟我們報告 有些時候我們在某些案子裡面 其實保險業跟保險代理 我們有時候會同時處罰 就如果他們分別違反他們的規定 我們也會同時處罰 不會說讓他有這個轉嫁的這個狀況 那剛剛講委員說那上線 維持 那這樣讓他們可以維持 這樣就是有一個多的彈性 這一點我們也沒有意見 這樣啦 真的非常謝謝各位委員 支持這個提案 因為 那這樣委員 你們現在300萬 降一點 因為你原來 原來86年的時候只有30到150 那我們會降200 降100 降100 200 也不要降太多吧 不好意思 這個好像不是話 那我們這邊 希望就是維持最高的 所謂最高的就是 給金管會一個很大的裁量權 他不需要法到最高 除非情節很嚴重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最高設這樣子 而且您知道嗎 現在保險業蓬勃發展 我自己本身 在民間 常常也聽到 那個 投保的時候講的天花亂墜 理賠的時候真的是 困難度加高 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覺得 針對保險業者的一個規範的部分 有沒有 可以從他的一個經營的模式 然後給我們社會企業的責任 給他看待 那麼也可以讓我們政府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那個寶刀 在上方寶劍在金管會這邊 要不然的話我會覺得說 對於這個保險業者 你說用這樣小小罰則 其實我是覺得說 跟他們給我們社會上 民眾的一個 對他們保險業者的看法 真的是差異太大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300萬尤其現在的那種保險的金額 都非常的高 投保率也非常的高 我覺得說 要給民間業者這些消費者 有一個保障 我是覺得說 最高的部分還是傾向維持原來 因為你想一想通後膨脹 一直一直一直漲 那你現在這個300萬其實 也倒也還好 以上是我的意見 謝謝 主席 謝謝 其實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大家試想 國泰金控的 蔡宏圖 你罰他300萬 他也不痛不癢 可是換言之 你如果罰這個小小公司 500萬的300萬 罰一個300萬 他準備就要收攤了 在法律的主體上完全不一樣的 這些保金保貸公司 有一些是經過 這個日曬雨林啊 就是第一線這些sales 不斷的去跑跑跑 累積了多少年 10年20年的客戶以後 他出來開了一家保金保貸公司 小小一間 結果 你一次如果罰他300萬的話 不是說 售錢公司他什麼 剛剛有人講說 好啊 他會補充給他 收回了 那我也更正 那個因為沒有好啊 就是說 由母體這邊 然後說會來支援他 其實 不然 因為每個公司 他法律上都有他的主體 他如果被吊銷以後 他還有責任 他是跑不掉的 所以剛剛我們台大法律系的局長 他講的 李局長 講的內容 這個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說 在民國86年的時候 他的罰還他是30萬到150萬 所以 我覺得 大家考量一下 下限 調降到 比如說 10萬塊 如果大家可以接受 剛剛都覺得可以調降 下限的部分 我們具體的 調降 我就具體提 下限的部分 調降到10萬塊 如同我們提案人所說的 那至於上限的部分 我覺得 比照86年度的這個 這個150萬 現在300萬有點高 如果剛剛講 物價指數算一算的話 應該有調降的空間 我具體的提 大概提到 200萬 200萬 沒有啦 你如果比那些 學費什麼的話 沒有漲那麼多 就是看怎麼調 那如果以86年的情況 他是最高就是150萬 所以我覺得 300萬如果調降一些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我在今天開會以前 我有上我們 晚會的網站上面 來看 在上面有公佈的資料 只要是101年 101年的就是處罰 基本上面都是60萬 都是最低的金額 那沒有幾件事高過60萬 那沒有300萬的案子 所以就是說在這裡面 我們基本上面都是按照最低 從實際的情況結果來看 都是按照最低的金額 在做處罰 那 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的這個部分 這個不是看 這個公司規模的大小 它如果大的的話 每一件都罰它300萬 它如果小的的話 即便就是說 我在這邊要特別強調 即便就是說 將來的情況 我們真的調到 就是說最低是10萬的的話 也不應該 就是小的公司 全部都是10萬 要看它違規事情 情節的就是說輕重 合乎這樣子的比例 我們在所有的 法文裡面 是如此 那像八仙城報的 主辦單位 的這一個部分 那 無論它就是說是脫產 或者是說 它本來就沒有錢 相對來講 它不是一個有錢的人 但是它的罰款還是一樣 它的這個部分的話 要賠償的責任 還是就是說 還是在那裡 那同樣的 就是說它即便是 一家小的公司 如果它造成的影響 跟危害是大的的話 它也應該要負擔其它的 應該負的責任 就是說 它公司因此而倒閉 或者是說有問題 如果它的危害 到這樣子的地步 那本來也就是它應該要有的責任 齁 我們在食安的問題上面 看到的 就是說不都是大公司 才有這樣子的問題 它在食品上面 違規添加等等 也很多的是小的 就是說造廠跟工廠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應該要信任 我們的主管單位 他們會按照他們的 就是說專業 特別是說按照比例原則 來做採訪 只是今天我們是不是給他們 比較大的一些空間 是不是過去的 就是說60到300 這樣子的一空間 還是說我們可以 就是說有10到300 那我在想 就是說可以看看 就是說過去300 導致一家 導致公司有倒閉的 就是說情況 我們現在不要用想的 我們從過去的 就是說念裡面 來看 所有的就是說案例裡面的的話 有沒有這樣子的情況 如果沒有的話 過去沒有 那我想就是說 在 就是說也不至於 就是說維持300 這個差距拉大了之後的的話 我們行政部門就會軟步 就會就是說 之意妄為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也不至於如此 我的意見也是這樣 不會因為公司大跟公司小 那就有不同的一個裁罰 不是說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你今天如果在上線跟下線 你拉開急劇 那我要問金管會 你處罰的時候 那你裁量的標準 是根據那個公司的資本和大小嗎 絕對不是啊 你裁罰一定是因為 他所犯事實的一個情節 可是你今天要修法 你的理由 居然是因為有資本而大 資本而小 你今天立法理由是這樣 修法理由是這樣 修法理由是這樣 我知道啦 我知道 我不能講曾委員 這段 這段 處理 處理 好啦 所以 所以我是說 我的發言就一樣列入紀錄 列入討論的一個紀錄 那 我是說 那你要給我一個 能夠說服我的理由 第一個 你限期改正不一定會滑緩對不對 但你滑緩一定會限期改正吧 你不可能叫他不改正啊 在那當中你就已經有裁量權啊 那是沒辦法補正啊 但是有 我說這當中你其實就已經有裁量權了 而且你這個裁量權 絕對不是因為那個那個代理保險公司 或是那個保險公司的資本 你絕對是因為情結犯行的這個輕重大小 所以絕對不能在今天修法的時候 把那個資本額拿出來提啊 你這樣 你這樣說服我 現在 這協商是錄影錄音 出去 原來我們是看大公司小公司 難道大公司的車輛在外面 張委員 對不起剛好我看法剛好不一樣 對不起 金融是特許行業 所以他資本額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看銀行有全兆銀行 有區域銀行 保險也是有全兆有半兆 譬如說我們現在去大陸要申請 或者你到歐美去設銀行 你到底是全兆半兆 所以金融行業 它本身不只看行為 還看你的資本額 醫學也是一樣 醫學是特許行業 所以呢它跟一般要開 跟開食品不一樣 譬如說醫學中心有 有醫學中心 有區域醫院 有診所 它的法反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國家給你 這樣的一個特許執照 甚至積極保護 譬如說銀行我不開放 保護你們 保險公司不開放 保護你們 你們這麼大 可以拿到全兆來經營 保險公司拿到全兆 你當然負起責任比較大 你罰責當然要比較重啊 那如果說你今天只是 部分的業務 資本額小 那你當然罰款要輕一點 因為我們政府 對金融行業 它是採取特許行業 所以資本額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你以傳播公司來講 或者以這種任何的 一般公司來講 它本身沒有啊 它只有資本額最低下限 就是統一 你要開到多大 隨便你開到多大 你覺得店要開一百元 覺得店不可以啊 要大大大大 食品公司 那你要設十萬塊一個 可以 可是 政府對於金融行業 醫學通通有分歧管理 重視它的資本額 因為 你有這麼大的金融資本支持 那你自己的內部管理 銷售行為 產品設計行為 給付的行為 你都甚至你的衍生商品 你都要負更大的責任 所以它這個行業 是有資本上的考慮的 我特別強調一下 謝謝 我可以發言嗎 我不知道齁 你保險是特許 代理保險就不是特許嗎 都是特許啊 主席如果今天我們講的是 你因為資本而大 所以你的社會責任大 所以你的行政責任大 那你隱均據點 給我知道一下 我就OK啦 你如果是這樣講 我再講一次 你說資本而大的 他可能對社會的衝擊大 我這個又是特許 你代理保險也特許 你保險也特許 你要從這裡 法有明定嘛 法要有明確啊 你告訴我 你隱均據點在哪裡 他所附帶的行政責任 導致他的處罰要大一點 或是他的處罰要小一點 你只要告訴我就好啦 我無外乎就問這個 所以我是說 我剛剛一直講的 你的限期改戰的具體是什麼 因為在那裡 你已經有裁量權了 第二個事情是 你的上限 你要依據什麼 你的下限要依據什麼 就告訴我這個道理 跟這個法律的準則就好啦 因為我是原提案人 其實提的時候 很重要的是一個比例原則 他資本額500萬 對不對 你要處那個上限 跟那個 跟那個國泰 不要講國泰 保險也至少20億 當然啦 這跟你們剛剛講說 跟走路過紅利都不一樣耶 所以意思是說 比例原則啦 你處罰 你處罰他100萬 對國泰一點都不會痛啊 那對一家保代保經 他很痛啊 他真的很痛啊 所以不一定說 我贊成你們的講法 不一定要按照資本額啦 但是處罰 要有他的比例原則 真的 好 現在我們講的是 要以行為 行為的輕重 以這個為主 我會覺得 不應該以他的企業大小 或資本的大小 其實我們所提的還是那種 就是說他這個行為大小 不是以他的公司 是以我們 那個購買黨 擺單這些消費者 兩者之間去做一個權衡 我覺得說應該以行為的大小 來做一個依據啦 我們回來回來看現行條文 現行條文後面有一句話啦 情節重大者廢止其許可 並註銷職業證照 所以顯然處罰是按照情節去 顯然處罰他的衡量標準是在情節啦 倒不是以公司的大小啦 但是公司大小要不要考慮的確也要啦 但是最主要的考慮還是情節啦 就是行為的比例啦 就是永昌跟那個 我們陳奈委員提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是用情節重大可以 這個註銷職業執照 那60萬到300萬 那個當然如果說 剛剛提到說 如果要考慮到他的公司大小 所以才要定下限嘛 是這樣子嘛 這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還是想說 假如是這樣子 事實上這當時的立法理由啊 跟修改的理由 都是以情節以行為 如果只不考資本額 只考慮行為的話 為什麼他可以下限要修啊 所以啊 所以 所以 因為 曾委員提出來嘛 因為曾委員提出來了嘛 所以喔 人家說 乾脆說這樣子啦 就下限算了啦 那能不能降一點 什麼東西降一點 因為上限降一點的話 我的意思都變成說 那代理人又要把他單除拉出來 要改法律很麻煩啦 所以乾脆 修比較重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代理人這一部分真的 好 因為我們剛剛每個人的主檔都講啦 都錄音了嘛 齁 那那就好吧 那就 那就 好吧 修通過比較重要啦 修下限 好 那就修下限好不好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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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這樣子比較單純 不然還要偷來說去 真的 要再提修正案就麻煩啦 好 各位委員對於這樣的共識 有沒有意見 那些 那些 167-3 好 謝謝 167-3 167-3 也是 10萬 300萬 167-3 要趕快啦 要趕快啦 一樣 一樣啦 一樣 10萬 對 嗯 好 對 好 這樣知道 你們記清楚了哈 記清楚了 好 那我們大家哈 留一點委員在我們要宣讀協商 要宣讀協商結論還有處理兩個提案 啊 對不起 還有提案 來提案 來 提案 第一個是 大家有沒有拿到提案 各位委員有沒有拿到提案 有有的 有 有關於哈 就是 因爲今天很多委員都 包括本席在內 我們都有提到就是說 遺症保險以全島為唯一 мор賠標準 滿足消費者的不同需求 好不好 那這個你們可以接受嗎 對 我們其實已經發函去做了 不過我們可以把報告再跟大家提出 OK 好 謝謝 好 這樣通過 沒有啊 就說 範圍更大 更大 更大 這個我們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發函去做了 對 到時候會跟大家做報告 好 那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紀錄 那我們就要通過這個提案 好 第二個提案 大家看一下有沒有意見 第二個提案 我們想有點文字的修正 因為其實現在政習局還有證交所那邊 針對一些CSR的一些index跟評鑑 我們其實已經開始做了 那因為你們是寫說本席要求 盡管會要努力 因為我們已經做 已經在努力做了 而且我們已經做 已經有一些成像 是不是改成建議了 好像 對 不要用 對對建議 我們會努力 我們還會持續做 對對對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有努力了 了解 對對 對 對 好 那這樣也可以 謝謝 那是按照這個王老張委員所講的 原始 然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應努力推動 這樣可以嗎 因為今年評鑑已經第一年出來了 所以已經在做了 所以把本席要求四個字刪掉 好不好 好 我們會持續努力做 沒有問題 謝謝 好 那我們就是來進行宣讀 請大家稍微留在現場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請宣讀協商結論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二及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三 今將計中五十萬元修正為三百萬元 其已已經招案通過 凝時提案 第一案招案通過 第二案修正 第二案將第二段本席要求等置刪除之後 其已招案通過 先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 對於協商結論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的話 我們照協商結論修正通過 針對保險法修正草案審查結果做如下決議 審查本院委員曾明宗等十九人 您據保險法第167條之二 及第167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 願意審查完聚 您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之前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有本席補充說明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的話我們通過 我們今天的議程已經進行完畢 我們通過了七個單位的決算 那決算書 那另外我們也通過了 曾明宗委員所提的保險法修正案的 這個案子 那恭喜大家今天的成果豐碩 算是勞動節 但是大家辛苦工作 終於有成果 那大家辛苦了 那我們現在宣佈散會 我們 congregation�� 我們參與 還有一晚 一晚 我們今天進行 通過了一晚 第一天 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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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